字幕 哈啰 大家好 我是甜點師 江洲行 Jamie 我是辦桌代表李召輝 今天呢 要為大家帶來一個 歐洲非常經典的一個家常的農家菜 今天選用的剛好就是 用它的蠣雞種 本身的油脂的成分不用這麼高 它口感會比較有彈性 它其實全程的運送過程 都是冷鏈的一個保鮮啦 好 那就請你幫我切 0.5公分一片喔 0.5公分一片 那我等一下會拿瓷來量 喔 唉唷 薑煮出來洗嘛 其實我在切的過程當中 就會聞到一個真的淡淡的那個香氣耶 如果你不想要自己動手做 你覺得麻煩 你也可以買現成的派皮 中筋麵粉 奶油 我們是用無鹽奶油 加少許的鹽巴 然後搓到像這樣子香鬆狀 就加入 蛋液 水 跟全脂牛奶 用壓拌的方式 這時候我們就不要去大力去搓它了 怕容易出筋 看前後也好不到粉 尤其自己做的派皮啊 比較天然比較健康 趁現在有點冰冰涼涼的 上面撒一點點粉 就開始把它擀開 翻轉然後撒一點點的手粉這樣子 那我們就拿一個擀麵棍 這樣子捐起來 鋪到派膜裡面 鋪魚的派皮巴才掉 整理一下 順一下 順一下 底部用一個叉子把它搓動 故意就是等一下它烤的時候 它可以更快的收透 橄欖油 無鹽奶油 熱鍋一下 就是我們今天用到了洋蔥 蒜頭跟蘑菇 那其他的材料 花椰菜 小番茄 跟玉米筍 在家裡容易取得就好了 所以這就是牧羊人派的精神 對 因為它就是一個農家菜 就地取材 一點點的海鹽 胡椒粉 少許 義大利的綜合香料 去增加這個風味 好 接下來就是要加入我們今天的主角 羊裡雞肉 我們切成薄片 那因為這個羊它本身 富含非常多的水分 是 我們保留一點點水分 進烤箱 是 這樣我們就可以熄火了 沒有什麼訣竅 就全部倒進去 鮮奶油 也沒有順序 也沒有順序 牛奶 全蛋 全蛋 再加一個蛋黃 然後在拌的過程中 你就可以斟酌加入你想要的味道 然後這個香料 鹽巴 抹一點黑胡椒 豆蔻粉 淋入這個剛剛調好的這個 淡奶醬汁 一點點馬鈴薯泥 然後它也可以去中和這個 比較濃郁的這個香草的味 它真的是一個非常不會太搶味 但是它又可以保留那個羊肉的一個 它的甜味跟香味在裡面 過度的調味 過度的調味 不用用太多的香料去掩蓋它的 那今天希望示範這一道 牧羊人鹹派大家會喜歡 謝謝 耶